记者林郑平台北报道, Jolin蔡依林21日半夜在脸书贴出她帮时尚品牌拍摄的广告, 影片里她顶住一头俏丽短发, 看起来像在博物馆里穿梭, 身上穿的那件黑白配色的带点宗教风的小洋装, 被发现和六月安娜走上金曲讲红毯是同一套。 当时安娜穿这套衣服走上红毯, 加上两条辫子,被网友指示安娜贝尔庄, 当时她和亲阿姨阿妹张慧妹在红毯访问区被问到此事, 笑说有点像,但称赞她很有气质, 胸前透明薄纱小鹿性感,阿妹也赞她很有啊。 所以OK的同样的衣服穿到Jolin身上, 搭配短发反而多了点俏丽跟风情, 她拿住手拿包或是尖杯小包包, 举手投足都显示小女人的气息。 据悉该广告早在今年四月就已拍好, 只是因为后制时程较长, 一直拖到最近再才播出。 对此, 安娜透过经纪人表示, 能和Jolin撞衫很荣幸, 毕竟Jolin是她的偶像, 也是学习对象之一, 能够和偶像有个巧合, 反而觉得很开心。 蔡依林, 佐图, 替精品代言的广告, 被发现和安娜, 又图佐, 撞衫, 翻射自IG。